可怜的杨臣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看着那图纸也只能看明白尺寸样式 各种工具倒也会用 但造船毕竟跟打柜子不一样 不是有个样子就能完成的 还要考虑密封性和船身结构的合理性 否则下了水之后 也是漏水沉底的祸 可是这纯粹是逼上梁山 杨臣是绞尽了脑汁 回忆着鲁班天书中那些关于建造的部分 什么造船造屋 其实本来是鲁班天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他当时只顾着学习法术 哪里会在意什么造船呢 所以只是记住了一拎半爪 此时很艰难的回忆 虽然想起了七七八八 却也是差强人意 最后 杨臣用了几天的时间 好歹也算是造出了船 大小样式倒也差不多 于是双方便找了一条大河 在一天这热热闹闹的搭起了两艘大船 要一起下水 检验胜负 看谁的船更好 谁才是合格的木匠 这时杨臣四汇经不再是被禁闭的囚徒了 他也是一心只想着如何取胜 但这次造船实在是心里没底 可为了鲁班天书传人的名声 也得硬着头皮应战 那一天 去了几百个人围观 都是山寨里的村民 这两艘船在众人的见证下被推入大河 上面一个个的往上站人 很快就站满了 杨臣便和那些人一起 忐忑的看着两艘船下水 出了河 人一点点的增加 在河水中晃晃悠悠 摇摇摆摆 却没有一个沉下去的 杨臣不高兴了 看来这船造的也不错 双方的船上去人都一样多 甚至已经站满了 却都没有沉 这起码应该算个平手 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造的那艘船 便开始在大河里东倒西歪 似乎重心很不稳 摇晃了一阵之后 竟然就一个歪斜 翻倒在了河中 杨臣一阵的无语 没想到 这船居然是这么翻的 但此时天上没有风 河中也没有浪 对方的船在河水中 就是微微晃荡 却是一点事也没有 显然这一局也是输了 这是杨臣在恍然大悟 想起了什么 不由得后悔的直跺脚 这场比试 从开始就是输定的 还比什么呀 两个人造船 看谁的福利好 谁的船载不了太多的人沉 就算输 但是杨臣忽然想起来 这船是否沉没 跟超载根本没有多大关系 真正造船 只沉没的原因 已是失衡 二是漏水 而超载就是造成失衡的诱因之一 而漏水呢 才是那船本身的质量问题 杨臣自信 他造的船 虽然说不敢说很好 但是这么快就漏水 显然是不可能的 看那一船人在上面是晃来晃去 他就明白了 他娘的 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伙的 他们故意往船身一侧使劲 那船自然就会失衡 侧翻那是必然的后果 再看那些人 随后都是壮若无事 安然无恙的游回了岸边 明显水性都很好 那些人分明就是故意的 所以他这场输了 输的不是造船术 而是输在了被人算计 他也是无可奈何 谁让自己单轻匹马 在人家的地盘呢 然后便是第二场比试 这次杨晨出题 他暗暗的下了很近 心想这一次一定要赢 而且要赢得干脆利落 不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 心服口服 可是要出什么题呢 杨晨决定来个杀手锏 施展出鲁班天书中 至高无上的匿迹 会飞的木鸟 这可是鲁班先师的不传之秘 那时候 2500年前 鲁班就造出了 能够飞翔在天空的木鸟 传说三日未落 这门绝技 杨晨的爷爷就会 而且在祖师爷的基础上 还是增加了法术的成分 所以当初那只木鸟 才能够如神鸟一般 破了衣裳的大蛇 杨晨学会了鲁班天书之后 最向往的就是这门技术 所以这木鸟制作的 虽然是很难 但是他就是最先掌握的 这次他就是要用这门绝技 来战胜那个不知名的 还是自称木匠的验生师 他提出这个题目之后 对方果然是愣了 但还是应战了 这就跟杨晨勉强应战是一个道理 不管输赢 总不能丢了面子认输 所以杨晨很有自信 于是很快又是几天过去 杨晨制造了他很满意的木鸟 并且试了许多的法术和秘咒 自信绝不会比当初爷爷造的差 才敢拿出去 对方却比他拖了几天 木鸟算是做好了 到了鄙视的日子 众人又找了一个平躺宽阔的地带 两只木鸟一起亮相 双方共同下令 一声呼喝 两只木鸟便同时振翅 飞上了高空 杨晨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也是真的造出了会飞的木鸟 但是他这时 必胜之心空前高涨 两只木鸟盘旋的很高 当机指挥那只木鸟发起了攻击 既然两只木鸟都能飞起来 那鄙视的就是谁坚持的时间 更长久 杨晨这次可不想再被抢占先机 这叫先下手为强 结果杨晨的木鸟 在他的指挥之下 发出了强悍的实力 又有他提前准备的法术 木鸟几乎是像活了一样 连竹带抓的 这是连山带撞 几个回合就把对方的木鸟 打得晕头转下 摇摇欲追 最后 杨晨的木鸟乘胜追击 一爪子硬生生的 把对方木鸟的翅膀给扯下半边 就这样 那木鸟失去了半边翅膀 顿时也失去了平衡 在半空中打着转 就坠落下来 而杨晨的木鸟 在天空中依旧耀武扬威盘旋不休 得意洋洋的赢了这一场 这一来 对方老老实实的认输了 并且对杨晨的鲁班法赞佩不宜 当即表示 两场比试 双方各胜一场 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三场比试 而这一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场 双方因为约定了 输掉比赛的一场 将履行诺言要么是杨晨教书鲁班天书 要么是对方送杨晨回家 从此两不为难 所以这一场比试 由谁出题 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而且似乎无论谁来出题 都不合适 因为双方都会按照自己擅长的出题 最后 经过协商 杨晨和对方约定好了 第三场比试 不设题目 不比木匠 也不比法术 双方各自施展绝技 展开一场别开生命的斗法 那就是双方不得不亲自下场 然后通过机关之术 各自操控一只木头人 比斗 胜者为王 但是有一个前提 这个比赛 任何人不得使用法术 也就是说 不许用法术操控 纯粹是比的机关制造 双方谁用法术就算作弊 直接判输 杨晨听了这个方案 捏鼻子暗骂 谁用法术直接判输 听上去不错 可是 那些裁判评委都是对方的 他这边的是一个人没有 这摆明的是玩的 如果他用了法术 那对方直接判他输 可是 他不用法术 对方用法术 他也是必输啊 而且在这个规则之下 裁判评委都是对方的人 输的仍然会是他 即便他抗议也无效 因为 这是他娘的纯粹客场啊 他可是接下囚 行动完全受制 不比又不行 明知道毕书 还得硬着头皮 毛沙沙 这才真是天底下最憋屈的事情 莫过于此 虽然万般无奈 不过杨臣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了一只木头人 就算明知必输 那也总不能投降 只是 是否用法术这一步 他却犹豫再三 因为说实话 他的本事还是有限的很 虽然制造过木头人 也就是个清洁工 拖地 麻桌子 那都行 别的都不会 到时候去比赛 难道给这木头人一根扫子 一个麻不不成吗 于是杨臣就犯愁 一把把的薅头吧 随着这木头人渐渐完成 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 不过杨臣还是拖了几天 他告诉对方 还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成 实际上 他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而且不知道拿什么去比赛 整日看着那个憨头憨脑的 木头人发愁 杨臣讲到这里 更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听着就着急 不由得问 你快说啊 后来怎么样了 比赛到底是谁赢了 杨臣冲我一摊手 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还没比赛呢 按之前说好的 应该是明天上午就开始了 他哭笑不得的看着我 还是愣了一下 但随即 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即跳了起来 惊叫道 哇靠不是吧 明天比赛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小白就跟你交换了魂魄 他一脸无奈的看着我说 就是这个意思 听了杨臣的话 我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脑子里只觉嗡的一下 这不是左死吗 明天杨臣就要进行第三场至关重要 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比试了 结果小白在这个时候 用灵犀梦影之法 也不知道怎么 居然跟杨臣来了个灵魂兑换 也就是说 明天要去比试的 虽然呢 还是杨臣的身体 但里面的灵魂却是小白了 这不是扯淡吗 连杨臣都没把握能赢 小白去了 他连半点卤办法都不会 怎么跟人动 我几乎已经可以预见到了 这比赛的后果一定是小白输 被人逼着交出鲁班天书 然后他也拿不出来 于是胡搅蛮缠 而且在杨臣的身体里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他自己的法术 如果不能用 那自然是任人宰割的 就算是能 我也不认为 他能逗得过那些验生师 最后无疑也是死路一条 二 还是小白输 他自然也教不出鲁班天书 但他鬼心耳朵 说不定会拖延时间 甚至 拉着对方去杨臣家里找鲁班天书 这么做的后果 其实也是死路一条 但是能完几天死 那么 在这两种情况都未知的时候 我到底该做些什么呢 杨臣看着我在屋子里转圈 一脸的焦急 他很纳闷的说 咱们要不要马上出发去救他 我说句实话 那些人可不是什么善累 之前一直没对我下手 那是有所顾忌 想要软硬兼尸 把鲁班天书糊弄到手 但是明天他们要是赢了 我还是将不出鲁班天书 必定是凶多吉少 我皱眉道 我当然知道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啊 那里既然是验圣师的老窝 就算咱们杀去了 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苦战 尤其是对方手上还有小白做人质 咱们仍单利孤 硬拼不是什么好办法 杨臣说 咱们可以找帮手啊 你不是认识很多高人吗 还有你那个胡仙姐姐 咱们一起去南江救出小白 不就得了 我摇头道 不是那么简单的 现在是多事之秋 各个势力都按兵不动 谋划着自己的算盘 南江路途遥远 如果咱们经常出动去救小白 很容易中了对方的掉骨离山之计 到时候 人家在别的地方突然动手 我们回旧不及 分身无力 再被那些验圣师缠住 搞不好情况会更糟 那可是 总不能就这样不管小白了 那他也是必死无疑 那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知道 你先别着急 让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我继续在屋子里转圈 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是个阴谋 对方先是冒充杨晨给我留纸条 骗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湖谷 然后又把杨晨弄到了南江山寨 要逼出鲁万天书 现在鬼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说不定呢 我前脚刚走 他们就来着 真的攻打湖谷 那就又中力了 但是仔细想来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应该不大 因为小白和杨晨的魂魄互换这个事情 纯粹是意外 之前谁都不会讲到 而且对方竟然隐瞒了杨晨的真实去向 这也就说明了 这应该不会是个陷阱 也就是说 我应该可以去南江一行的 当然了 就小白这是必须的 我只要把事情尽量的分析的透彻一些 以免呢 中了对方的圈套 到时候手忙脚乱 腹背受敌 甚至我刚才都有想法 让谢志神君去南江走一趟 但是想想 谢志神君虽然是上古神兽的后裔 法力通神 但是性格孤傲 刚正不阿 偶尔还犯点二 要是让他独自去救人 我实在是不放心 明天 明天就是比赛之期 我滴滴的念叨着 杨晨在旁边催道 是啊 明天就要开始比试了 那南江距离这里 有数千里只要 咱们得早做决定啊 要不 你慢慢想着 我出去看看 有没有今天晚上的机票 好家伙 他连飞机都想到了 不过也是 这数千里的南江 想要明天就到达 的确得坐飞机 不过他说出这话 我却忽然有了主意 忙喊着他 让他稍安勿躁 那南江山寨 既然在大山之中 就算我们坐飞机 也只能到达城市 要去那南江大山 必然还得转称 其他的交通工具 等我们赶到那里 也是来不及 不过 我刚才想到了谢之神军 忽然就有了个办法 他可是上古神兽 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 我相信他要是飞起来 那速度绝不比飞机慢 而且还能直接飞到目的地 都不用转车 而且一旦有问题 我们可以马上回来 我不由得兴奋 这谢之神军 妥妥的就是小飞机 想到这里 我忙让杨晨帮我护法 我则是一头钻进了 玉皮丘里面 找谢之神军来救援 闲言少叙 我进去之后 找到了谢之神军 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讲 他倒是很痛快地答应 但是有个条件 带我一起飞可以 不能带别人 这是他身为上古神兽的 骄傲和原则底线 我不有无语 他还有底线 我跟他解释 小白是和人换了魂魄 如果那人不去 两个人都无法回来 所以必须要带杨晨一起 谢之神军开始是死活不狠 他说他身为神兽 不可以给人当马骑的 天大的事也不行 说不行就不行 我看着这骄傲的神兽 一脸的无奈 不过旁边的蓝宁 却是一直给我挤眼睛 手指不停地往四处乱指 我偷瞄了好几眼 开始没明白 后来他不知 从哪拿出一块玉 给我比划了一下 我才恍然大悟 一下子开窍了 于是我对谢之神军说 既然他不想带别人 那也可以 不过有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让那个人 进入玉皮丘里面 我用乾坤袋 把他带着走 这样就可以了 谢之神军呢 他就说 你就直接用乾坤袋不就完了 干嘛还要脱户子放屁呢 进我这里坐身 我向着对他说 乾坤袋虽是宝贝 却不能直接装人 所以必须要借助他的玉皮丘 他想了半天又对我说 那是鲁班天书传人 也不是寻常人物 他挠了挠脑袋 就答应了 就这样 我安排好了一切 马上和谢之神军 一起出了玉皮丘 见到杨臣之后 我对杨臣 把事情讲清楚 杨臣也表示同意 然后 我又问清了那处山寨的大概位置 杨臣虽然不清楚 那究竟是哪里 但是 凭着记忆 也说个八九不离十 说完后 谢之神军也不客气 绣袍一卷 就把杨臣赶进了玉皮丘里 使笔迟 我马上打电话 给南宫飞燕 但电话拨出去之后 他又没有信号 我一阵的无语 他们那个虎谷哪都好 就是信号不打地 连神舟行的不行 既然无法联络 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想了想 便留了一张纸条 在公寓的桌子上 相信如果南宫飞燕回来 就一定能看到 随后 我便和谢之神军出了门 但是并没着急出发 而是先在附近找了个网吧 把从我们这里到杨臣所说的地方 经过的路线都找了出来 让谢之神军记住 以免出错 然后才带着他来到外面 找了个没人的胡同 黑咕隆咚的 谢之神军就要准备开始变身了 在出发之前 我问他 还有多久能到达 他想了想告诉我 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我算了一下 还真的比飞机要慢一点 不过 还是能在天亮之前到达 再加上 找到那个山寨的时间 应该来得及 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快的方案了 于是不再犹豫 将手一挥就见谢之神军 趁我瞪起了眼睛 对我拦了句 你转过去 我顿时无语 感情他变身还害羞 好吧 我赶紧转过来身 随后身后就是一片白光闪耀 谢之神军说了声OK 我转身一看 好家伙 我又看见那久违的鸡脚了 他冲我笑叫了一声 我翻身上了他的背 双手抱住他的脖子 谢之神军 哦不对 现在应该叫谢之神兽 他便四提升起云雾 仰手一声长笑 四提随即腾空而起 踏着云雾 往南击飞 目标 南疆大山 半空中 云雾弥漫 刚风烈烈 我抱紧了谢之的脖子 不敢乱动 心中却是莫叹 这真是一次 第二百三十二集 我估计这是我从小到大以来 做过最疯狂 最任性 最冒险 也是最离谱的一件事了 从平山城到杨晨所说的那处 南疆山寨 坐飞机也要三个多小时 结果我就这么 骑着卸置飞上了天 还好我特意多穿了几件衣服 但还是被冻得浑身冰冷 手脚发麻 要不是我能运功抵御 估计半路就冻僵了 好在现在是晚上 我们并不需要飞得太高 我坐在谢之的身上 掠过天空掠过大地 只见一个个城市灯火通明 但在无尽苍茫的大地上 那一个个城市 却是渺小的如同村庄 这一刻 我忽然感觉到了 飞行在天书古卷中的感觉 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哈利波特 不过我现在比他很牛逼 他骑的是扫把 我骑的是神兽啊 城市村庄山地 森林平原河流 身下的景物不断地变换 谢之神君也不说话 四体舞动 踏着云雾玩命地飞 我有心想问问他到哪了 但是半空刚风烈烈 我根本就张不开嘴 只能任凭他飞 心里想 我这也算是无人驾驶了吧 这么赶路倒是很快 就是受罪 但是为了救小白也顾不得了 我就这么一直挨到了天边发白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 谢之神君忽然一声长笑 忽然下坠 开始低空飞行 我瞪大了眼睛往下一看 只见一片茫茫大山 云雾哀哀 看来已经是快到了 又过了一会儿 天边渐渐地亮了起来 我们终于在一条古道上降落了 我这浑身都麻木了 脚都不会走路了 谢之神君变成了人身 拉着我进了路边的一座亭子里歇息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我才缓过劲来 真是自讨苦吃 不过我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眼看这天就要大亮了 我们现在可是身在何处还不知道呢 得抓紧时间去救小白 不过我自然不认识路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于是我把玉皮丘取出来 谢之神君召唤出了阳尘 他出来后一阵晕头转向 捂着脑袋四处一打亮 惊讶道 我去小天太牛逼了吧 知道了 我说反正差不多 具体到没到你说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这不是就把你叫出来问问吗 他往周围看了看 一脸迷糊的说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这到处都是山 谁知道哪是哪啊 我皱了皱眉说 不是吧 要是连你也找不到那地方 那咱不是白来了吗 阳尘挠头不语 不住四下张望 我对阳尘说 你记不记得 那个寨子叫什么名啊 好像 好像叫天什么的 我就隐约的听他们说过一次 没记住 阳尘滑音未落 半天没说话 这谢志神君忽然开口接道 是天水寨吗 阳尘一愣 随即一拍大腿 说 哎对对对 好像真是天水寨 对 就是这个名字 我疑惑道 哎我说谢子 你咋知道是天水寨呢 你来过 他看了我一眼说 你给我叫啥 我说 咱总有个称呼啊 我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 叫你尊号不是 他翻了翻眼皮 谢哥 这道天有意思啊 那就随你吧 天水寨嘛 你要说别的地方 我还真不知道 天水寨 我曾经是来过一次 不过距离现在 也有年头了 大概 记不清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人 还留着小辫子 我一听 这是清朝的事情啊 不过甭管留小辫子 还是小胡子 总之 他既然来过 那就好办了 我忙叫他带路 不过他却摇了摇头 他说啊 当时他是跟别人 一路飞来的 路是记不得的 要是建了那个寨子 说不定还有印象 原来说了半天 谁也不认识路 不过 好歹是有了个地名 也算是收获 于是我们几个人 也就开始 沿着大路往前走 盼望着能遇见个人 打定一下天水寨的方向 不过 这里地处荒僻 想遇见个人 也是很困难 眼看着天水 越来越大亮了 我不由得是 焦急起来 正要叫 谢志神君变身 上天再打探 打探路径 迎面却走来了 一老一少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老者 已经是年于古兮 一个少女 却是年紧斗寇 这一老一少 相扶相携 正从前方的古道 缓缓醒来 我一见有人经过 便暂时放弃了 让谢志神君变身的打算 迎上前 赔出一副笑脸 对那两人说 老人家 小姑娘 早上好啊 两个人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看我 我这才注意到 这老人 虽然是满头白发 腰身微微勾搂 一双毛子 却是炯炯有神 这个小姑娘 看着十四五岁 长得颇为俊俏 正一脸警惕的看着我 这位小哥 有什么指教啊 老者眯着眼睛 开口问道 我忙收回 打亮两人的目光 开口道 啊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想要去天水寨 看一位朋友 但走到这里 迷路了 想打听一下 那个天水寨 在哪个方向 我们应该怎么去 比较快捷一些 我问完之后 老者又眯起眼睛 上上下下 看了我几眼 却没说话 旁边的少女啊 却瞪起了眼睛 对我说道 你们是干嘛的 去天水寨干什么 怎么大清早的 在这里走路 呃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去看一位朋友 这不是迷路了吗 我忙解释道 迷路 迷路也不是这么个迷法呀 你们这是 少女一脸迷惑 看着我们的眼神 就像看见了几个坏蛋 但是她的声音 又清脆又甜美 听在耳中 就像是清晨出谷的黄鹰 让人心里很是舒坦 不过 她的话没说完 那老者忽然说道 请问 你们那位朋友 姓什么 在天水寨 又是做什么的 我有点要挠头 心想我就问个路 这怎么还刨根问底呢 难道他们就是天水寨的 想了想我索性说道 我那个朋友姓杨 他在天水寨 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只是接到他的消息 才赶过来的 怎么 老人家莫非就是天水寨的人 老者却摇了摇头 那倒不是 天水寨嘛 你们当真要去 这话说的 我们当然是要去 我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问路的时候 人家会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得点头道 是 我们当然要去 一定要去 老人家要是知道路径 还望您指点 您看 这荒郊野外的 我们还真是外地人 我话音未落 那个少女扑斥一下 就笑了起来 伸出如葱般的手指 往我们这边 指了一下 说 说你们奇怪 还真是奇怪 你们刚刚走来的方向 就是天水寨 我怀疑你们 是不是从天水寨下来的呢 没想到 你们居然要去天水寨 听说过 迷路的 还没听说过 这么迷路的 我说 你们难道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 我苦笑着一摊手 嗨 您哪 还真说对了 其实实不相瞒 我们还真 我话没说完 谢志神君忽然就从旁边凑了过来 有些不耐烦的说 哪来那么啰嗦 小家伙 你们俩到底知不知道天水寨在哪里 知道的话就痛快的说出来 不知道就闪开 他这一嗓子 有如炸雷一般 那少女浑身一抖 冲他抬眼睛一瞪 顿时就愣住了 眼睛直勾勾的盯在谢志神君的脸上 居然像吃了一般 再看的老者也是吃了一惊 微腿半步 上下的看了谢志神君几眼 才注意到那少女的样子 立即用力咳嗽了几声 那少女才恍然醒了过来 脸上略略有些发红 目光稍低 但却还是不住的 偷眼打亮谢志神君 这是什么情况 我挠着头看了谢志神君一眼 就见这家伙 是 面如朗玉 见眉星目 满头长发竖在脑后 随意飘扬 一身白衣 玉带围腰 清晨薄雾中 他浑身都散发着一股 说不出的神采 好个偏偏美公子啊 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 他这臭美到极点的形象 看来那少女是春心蒙动了 一见钟情 我再看看自己 身上胡乱的套了好几件衣服 折腾一夜都皱巴巴的 估计还捧头垢面的 跟人家谢志一比 简直就是打杂的 那老者却没在意这些 他不动声色的看了我们几眼 点头道 那好吧 实不相瞒 我们祖孙俩就是前往天水寨的 既然你们顺路 与我们同行即可 他说着话 伸手往前一指 说道 前面那座大山脚下 据此步行 大约二十里路 便是天水寨了 我们终于还是走在了一路 那老者看见谢志神君之后 整个态度就来了个大转变 满脸堆笑 笑得眼睛弯弯 那一脸褶子都仿佛舒展开了 而那个少女 则走在老者的身旁 故作不经意 却总是下意识地偷描和来 目光总是不离谢志左右 我和杨臣反倒成了跟班的 不过这也无所谓 谁让人家谢志神君光彩照人呢 我们两个凡夫俗子 跟人家相比 也没有竞争力呀 我也是乐得省心 索性和杨臣走在后面 也不往前凑 谢志神君则是走在前面 和那老者并行 两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 而且谢志神君似乎真的 对这里有些印象 不时的和那个老者问话 说的都是当地的一些旧式传闻 那老者都是有问必答 两个人聊的是不亦乐乎 就这样 我们一路前行 二是礼路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就在日头渐渐升高之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 前面的一座大寨面前 远远望去 就见这寨子里面 房屋颇为整齐 几道宽阔 寨子里 一侧便是起伏的群山和梯田 这一条大路 笔直地通往寨内 杨臣忽然说道 对了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说着 他指着寨子 另一侧的方向说 我那边走不远 转过一个山脚 就是一条大河 上次就是在那 那老者忽然转身对我们说 前面便是天水寨了 各位请自便吧 我们有事 就不再同行了 说完就拉着那少女一起走了 连头也没回 那少女回头看了谢志神君一眼 忽然做了个手势 便跟着那老者一起去了 我开玩笑地撞了撞谢志神君 说谢哥 小姑娘看着你了 她冲我瞪了一下眼睛 别闹 这就是天水寨了 怎么 进去抢人不 我回头看看杨臣 你还记得你被关在哪里不 还有 今天那个比试几点开始 在什么地方 咱们得抓紧时间 制定一个救人计划 杨臣看了下时间 现在差不多八点了 我们虽然没有定具体的时间 但是想必也快了 现在我有两个办法 一是马上找到囚禁我的那个地方 救出小白 二是等到他们出来 半路下手接人 我问他 如果直接去囚禁你的地方救人 我想那里必定是守卫森严 而且机关禁制较多 对不对 他点头道 不错 的确是这样的 要不然啊 我早都想办法逃出来了 我说 那就用第二个办法呗 等他们出来 半路接人 这样似乎比较容易得手一些 但是我刚说完 杨臣却皱眉道 但是此时情况不一样 要是你们救我 用这个办法行 可是谁知道小白现在什么样了 如果说 他知道要去比试 死活不肯怎么办呢 那咱们守在外面 岂不是白费力气 我讲了讲说 那就这样 咱们兵分两路 你对这里比较熟一些 你去打菜消息 我们呢 在寨子外面等你消息 如何 他摇了摇头说 那也不妥 咱们都是生命空 到了寨子里 必然有人盘问 你看着好像是个普通的寨子 里面却是高手如云 不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想要进出自如 那是难上加难 那 谢哥 你本事比较大 要不你进去打探一下消息如何 我转头对谢志陈军说道 他就在旁边 已是一脸的烦躁 闻言道 你们好麻烦 不就是区区的小债吗 直接杀进去不就完了 谁敢拦路 谁就死 把人救出来就走 哪那么多啰嗦的 商量来商量去的 等你们商量完了 人都死翘翘了 我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自从到了这里 他就好像有些反常 总有些莫名其妙的烦躁 谢哥 我不是想和平解决吗 你想啊 这里必然是住了很多平民 真要是一路杀进去 那必然死伤惨重呢 再说 小白在咱们手上 那就是人质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 用小白胁迫 咱们反而被动了 要是能有更好的办法 我的意思呢 就是最好不要硬来 他却还是一脸不屑 嘴都快撇贴上去了 我知道 他那骄傲的毛病又犯了 也许他们神兽就是这个样 就是不喜欢和凡人打交道 总觉得自己血统神圣 比这些凡间的普通人 要高贵许多 我便不理他 转身继续和阳辰商量 不过这个时候 我却忽然想起个办法 干脆我隐身进去算了 我那隐身法连衣裳都破不了 还看不出来 估计这里的人本事再大也有限 而且要糊弄个首位什么的 那更是没有问题 事不宜时说干就干 但是就在我取出隐身符的时候 耳中只听一阵急促的铜锣声传来 就见寨子中忽然有许多人 从各个方向汇集 纷纷往一个方向跑去 平静的寨子里忽然就人声嘈杂起来 杨辰脸色微变 说不好了 彼氏马上开始了 之前就是这样的 看来混进去救人的方法行不通了 我抬头往前看 那人群熙熙攘攘 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 不由得心中一动 对他们说这样也好 既然乱了起来 咱们就趁机混进去 对不对 也省得有人盘问了 他们这次一致表示同意 于是我们便不再纠结 迈步就往寨子里走去 此时寨子里那是乱七八糟的 反而没有人注意我们 就这样 我们跟着人群 静止往寨子深处走去 一路上杨辰的表情很是紧张 不住的东张西望 我知道他现在的心情 毕竟他现在是小白的身体 这马上就要见到真正自己的真身了 肯定是觉得又别扭又紧张 这种感觉别说是他 我想起来都感觉很别扭 走着走着 一抬头就见着自己了 我这个乖乖的 想想都感觉太灵异了 很快我们便来到寨子中的一处广场上 四面八方的人群汇集到这里 便自动围成了一个圈 中间诺大的一块空地上 已经打开了场子 上面摆放了数张桌子 后面呢 做了几个浮色怪异的人 有老有少 面目却都是阴霄得很 不时的街头交谈 又时而抬头 看向一侧的通道 杨沉低声说 那边就是近着我的地方 看来真来不及了 你看 那个跟我比试的两个人来了 他话音一落 就见几个人 簇拥着一个中年男子 快步的走进场中 身后 又有人 推着一辆车子 上面盖着红布 匆匆的来到场中后 那中年男子挥手示意 便有人揭开红布 里面却是一个 和人大小差不多的木头人 四肢俱全 头颅硕大 看上去啊 做工简单粗糙的很 那几个人将木头人扶起 又有人在木头人身后 鼓道了一阵神 便各自退开 圣内木头人一个人 栽立在地 这时那中年男子 慢吞吞的走了上去 上下检查了一番 伸手拍了拍的木头人 脸色露出一丝笑意 对那桌子后面的 几个人拱了拱手 便有人拿过椅子 他大大咧咧的坐下 开始闭目养神 这个人面目倒是普通 没什么特别的 看上去就像个 普通的庄家汉 但是杨晨却悄悄在我耳边说 这家伙叫赤木 在这里颇有地位 手段也很厉害 要不是说好了比试 我估计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他这话我倒是相信 他正经八百的学鲁班天书 总共也不到一年 但看那个人的气度和年龄 必然是修道日久 道行颇深的 杨晨跟人家比 必然是要差许多 但是杨晨是鲁班天书的正统传人 虽然综合素质也许比不上人家 绝招却是不会少的 所以他是第二场比试木鸟 倒是凭真本是赢的 不过我等了一会儿 却是不见小白出来 不由得纳闷道 奇怪了 怎么不见小白出来 就算他不愿意比试 也给闹点动静出来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说来也巧 我话音刚落 就在这时 另一侧人群忽然分开 一阵吵声中 也是几个人推着车走了出来 红布一揭开 里面也是一个木头人 看上去 跟刚才那个倒是长得差不多 而且在那个木头人现身之后 一个人才慢慢悠悠的 从后面走了出来 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定睛一看 不由得一颗心提了起来 这正是小白 当然是杨晨的身体 小白的魂魄 不过看他这样子 我心中是暗暗的惊讶 难道他居然真的要跟对方